都忍住了 但是 对于一个 修学佛法的 真正的修行人 忍辱功夫是什么呢 是能够啊 不断的精进 忍耐住修学过程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是考验 看你怎么办 当面若不实 还得从头过 那就是这个考验会反复出 那我第二次出去之后啊 满心欢喜 又可以为大众宣讲 逆得了 哎呦 上千人 我要在家 把PPT啊 精心准备了一周 啊 然后呢 哎呦 在家又练讲了好几次 哎 把这个 觉得哪些东西 最适合大众讲的 能够引起大家 对女子 德行教育的 这种关注啊 我就都提起来了 结果 我下了飞机 到晚上 主办方跟我说了一句话 还不是主办方啊 别的人 陈老师 不好意思 那这次大会时间 安排不过来 您不能讲了 如果照以前 我肯定会很烦恼 我会讲理啊 你不能讲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没有这么做人的吗 你看大老远那么热 跑来我家里又是孩子 又是老人的 那天呢 我就很欢喜 哎呀 这不是考卷吗 我说这个 您放心 这个我一定哈 一点没有任何的怨恨心 台下呀 听好 比台上讲明白 更厉害 我多好的机会 我在台下听啊 所以我就欢欢喜喜的 我就坐在底下听课 然后啊 我记得我们当时啊 有个同学的老师 他就很奇怪 他说哎呀 他说你那么认真的 我从来没见你 这么认真听过 都为啥呀 我说我觉得 这个佛菩萨安排啊 我这次来就是要坐在底下 认真听 那我一定得把这个功课做好 我认真听 看看上面的老师 给我哪些启示 包括这次来香港 我没有任何给大家汇报的这种准备啊 我就是来休学的 来充电的 所以我特别像海绵一样 特别认真的听这个何老师的课 我今天还想 本来今天讲 见他色美 起心思之 我很想听啊 我讲又又听不上了 回去还要把这个课补上 所以呢 你这个官呢 就悄然通过了 那你这个比讲课效果是大还是小了呢 更大 因为回头啊 主办方有个老师就说 说陈老师 您这两个月休学有进步 虽然没讲 但是我们看出来了 我当时心里还有一点欢喜 后来马上想啊 常若畏惧啊 不可以有欢喜心啊 战战兢兢啊 如履薄冰 我当时就跟这个主办方的老师 我说 我说真的是很差 我说 我说 而且这主办方老师就说 哎呀 这次给您出的烤题挺大的 你就答的不错 我说没有 我说其实啊 我知道自己 差得特别远 因为我父亲那句话啊 常在耳边 他说你在外面做的还可以啊 在家不行啊 那家是什么 家是根呢 我那个根都不稳 你在外面再漂亮 就像花瓶里的那个花似的 没用 所以 我特别感恩我父亲 我就给我爸呀 那次讲讲课的过程中 我就给他发了个短信 我说爸爸 我特别感恩你 我不知道父亲节应该怎么报答你 我给你磕头好吗 我回去之后啊 我爸爸就说了一句话 说静磊呀 你学了这么久 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 咱是一家人呢 你有什么好感恩的 老法师讲经常讲 什么叫一家人呢 什么叫一体呀 你左胳膊刺闹了 痒了 你右胳膊右手拿去挠一挠 左手他会说 我感恩你啊 我谢谢你啊 他不会说呀 他不需要 牙齿咬到舌头了 而舌头他会打架吗 会生气吗 他不会呀 我当时我当时真的哭了 我特别惭愧 我觉得我以前一直比较轻视啊 父母 我觉得我的学识又很高 事业又很大 你们没有什么可教我的 我这两个月啊 特别深刻的体会到 为什么他们能成为我的父母 不仅是有恩于我这个生命 我无法报答生育之恩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那个教育之恩 真的是时时刻刻在教育你 我爸爸就说呀 说师父老人家 你看我偶尔听一下 他总是说 你要做到 你要做到 那静于你不能一天到晚就在上面听见 怎么做到呢 你得去啊 跟父母的心一致 跟丈夫的心一致 跟孩子的心一致 你都能达到一心 你就通了 我这话品味了很久啊 因为同样的话 在我们大连 有一个老师 现在全国各地啊 他都弘扬传统文化讲课 叫王熙海 熙海大哥呀 曾经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他的老父亲 很早啊就瘫痪在床 植物人 他照料他的父亲 为了照料他的父亲 把工作辞了 出国的机会 推掉了 一直没有结婚 全心全意地 伺候他父亲 将近三十年 一直啊 伺候到他父亲 八十二岁 很安然地离开人世界 是感动中国的十大孝子 熙海大哥就跟我说 他说静瑜 什么是你真正的快乐 不是说你 你在那数钞票有多少钱 不是的 不是你在那享受 自己那个很舒服 逛街呀 美容 不是的 他说是真正别人 你身边的人 你的父母 你的丈夫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能因为有你的存在 而让他们快乐 然后你看到他们都快乐 你也很快乐 这是真正的快乐 我当时也问他 我说那熙海大哥 怎么能做到啊 他说一个心呗 比如说你的丈夫 他心里想什么 你都知道 你都能够揣摩到 父母的心思是什么 你都能够明白 然后呢 你能够去 时时刻刻地 按照他们的心意去做 他们当然很欢喜了 我说那如果他们违背常理了呢 不符合五轮大道呢 不符合五常呢 西海大哥说呀 那还是你的问题 因为你得想出一个方法 能够让他们欢欢喜喜的 按照你认为的正确的道路走上来 是你的方法出了问题 不是他们出了问题 我说绕来绕去 我说就是都是我的问题 他说对啊 他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你要把你放下 不要想着你自己 他说我伺候我父亲就是没有我 他就完全啊 跟他父亲能够一体 他父亲不能说话 但是他知道他父亲 哪块痒痒了 什么时候该翻身了 什么时候该喝水了 没用过那个插檀的那个管子啊 每次都是他拿那个吸管檀 去给他父亲往外吸檀 就是在他父亲稍微一喘气 那一刹那 他把那个痰给吸出来 吸到自己嘴里 每次接他爸爸的大便的时候 都特别幸福的闻一闻 今天这个大便啊 很好 不干也不吸 我父亲的身体 非常的健康 大便 大便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 他领着他父亲回去复查的时候 那个医院的主治医师说了一句话 就说西海大哥 你现在的水平 西海大哥没有文化呀 你现在的护理的水平 可以到医科大学 教专门的护理专业的学生 所以 真正的 那个笑心 发出来之后啊 没有不通的 那笑经上那句话 真的很对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我呢 特别感恩呢 自己呢 很幸运 有机会啊 去接触这些 善知识们 就是弟子归里说的那句话 犯爱重而亲人 那为什么 犯爱重在前面 而亲人在后面呢 他是有次弟的呀 弟子归呀 你看他入则孝是第一篇呢 我琢磨了很久 把心得呀 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呀 你把对父母的那个爱心 扩展到 对身边一切人的 爱心 你才能有真正的 恭敬的心 你拿着这个恭敬的心 你去亲人 亲近人者 你才会受用 否则怎么可能受用呢 人者在你身边 你也不当回事啊 不以为然啊 那最后听不进去啊 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啊 我跟大家分享 自己啊 烦恼吸气很重 真的 我总是非常羡慕啊 这些大德老师 像钟老师啊 我很羡慕 自己很想改 所以 会想很多方法 坚定的去落实 我家里啊 没有报纸 从来不看电视 好多年了 如果放片子呢 只放这个传统文化的片子 那么呢 在学习 谦让恭敬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怎么能够让自己 不仅是理上明白 事上能做到 从心上 也能真正的 透彻的 去通 我一开始啊 拜佛 我跟大家上次分享过 那这两个月休学的过程中呢 我第一次 生平第一次啊 下决心呢 领着我儿子啊 出去做义工 没做过 我们传统文化那个 讲座的老师 说是义工啊 其实出去之后 很受人的推崇 哎呀 我是功高我慢的心 是越来越重 所以呢 我就领着我的儿子啊 礼拜天 到这个 大连有一个寺院 去干什么呢 刷厕所 大家想想啊 我以前是家里的厕所 都没刷过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说实话啊 然后 我就开着车 跟我父母也说 我父母倒很欢喜 我父母说 好啊 我爸爸还特意买了一个 很长的夹垃圾的夹子 我爸爸说 你呢 领着这个 老大在里面刷车锁 我跟你妈呢 领着老二啊 在寺院门外捡垃圾 啊 到底让我们一起去吃饭 吃完饭回家 干一上午 啊 很好 结果第一次进去刷厕所的时候呢 哎呀 我真的当时感慨万千 说实话 因为 套上这个手套啊 拿着这个刷子的时候 一看那个 那个味道 非常大 我以为是只有一个厕所 去了之后呢 才知道 那个寺院很大 是两个公共的厕所 那女的呢 算下来就是八个侧位 我儿子呢 那除了八个侧位 还有小便池啊 然后我先教了他一遍 怎么刷啊 我俩就进去之后分头行动 结果我刚刷了一下 就有人进来 就说 你这个别弄得哪都是水啊 到那边去 我要上厕所 我当时我就想 我这是 我这是干什么来了啊 你说我这 家里可以悠哉悠哉过得挺好的 我这是 哎 我想已经来了 不吱声吧 给他让出来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个人 那个 那么瞅着我 你是这干活的 我说我这不是 不是啊 后来我 我就在那 我就在那想 要不要继续下去啊 一直在想 后来想 哎呀 这个 还是坚定的 为了改过 刷吧 反正就是从这开始练吧 人愿意说啥说啥 一个侧位啊 一个侧位的刷 我后来静下心了呀 拿着那个刷子 开始刷那个 侧位的时候啊 就感觉啊 真的像刷自己啊 沉积已久的 心灵上的那种张垢 很难刷 我其实刷到后来 我心里 就觉得 哎呀 人这个烦恼习气 真的是很难 如果没有这种 坚定的决心 像了凡思讯上说的 那种勇猛心 还有那种畏惧心 羞耻心 很难回头改过 我就是反复学 为啥有畏惧心呢 因为我觉得 我学佛这么多年 知道因果 我造的那个业啊 肯定啊 是 罪恶的那个道 等着我 真的 害怕 有的时候 我每次一读地藏经 很害怕 不想去啊 现在知道 因为我 我上大学的时候 很喜欢学哲学 我一直在想 人为什么 会来到这个世间 人的肉体 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到底有没有灵魂 什么是我 这是哲学里 经常提的一些问题 就是本体 物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的关系 我内着大量的读 哲学类的书 尼采的 数格拉底的 古希腊的哲学 我都读遍了 选修了好多门 不得其过 我喜欢佛学啊 喜欢 的确一开始 我是当做佛学 来研究的 因为我觉得 他这个比哲学 讲的要透 抱着一种 消遣的心理 觉得嗯 是这样 后来讲着讲着 我就很害怕了 因为 人真的不会死 不会一了百了 万般带不去啊 唯有业随身 那个善没有 善业没有啊 恶业一大堆啊 我就害怕 怎么改 坚持 后来 我把中间啊 我儿子 累得就不行了 说妈妈 咱们可不可以 也去捡垃圾 都是做义工吗 我说儿子不可以 我儿子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啊 妈妈很傲慢 你呢 一定要陪妈妈 用这个方法 去对峙我的傲慢 我连续啊 去过三次 等第二次去的时候呢 就好多了 后来西海大哥 还跟我说 刷厕所要坚持 很好 所以 这个勇猛心 一定要坚定的下 他能下的原因呢 就是你的那个羞耻心 和畏惧心 去成就你的勇猛心 我这次来啊 拿了一本 诸经 佛说地狱极药 我昨天站在那儿啊 我还看了几条 我决定回去啊 有时间就多看看 知道有因果 但是啊 不深信 因为 想象不到 你种的这个恶因 会得什么果 看不见果吧 你就容易 很轻视他 慢待他 无所谓 我会得到你 我会得到你 试试 我会得到你 试试